建筑队 嗨 宝贝们 哇 在吹泡泡吗 哦 天呐 看起来你们没有泡泡溶液了 好主意 苏西宝贝 我猜建筑队可以想到更好的办法吹泡泡 你们觉得如何 宝贝们 我们去找建筑队好吗 我们走 你们好 建筑队 宝贝们想知道你们能帮忙吹出大泡泡吗 有办法吗 太棒了 我们去消防局吧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来完成任务 你们要建一个泡泡机 好主意 这一定很有趣 哦 有很多事情要做 火机们 快点开始吧 第一步 为泡泡溶液挖一个池子 好吧 艾德加 我们来挖池子吧 干得好 查理 那张金属板可以垫在池子里 很合适 现在你们需要倒上肥皂水 就是这样 为什么不去拿水管 做得好 第二步 建造泡泡车的基柱和转轮 我们从基柱开始 做得好 伙计们 伊森 泡泡泡转轮怎么样了 看起来很棒 第三步 组装机器 现在我们只需要风扇了 你最好先确认风扇 能正常工作 艾德加 小心点 你喷了查理一身 好的 我们启动了 转轮转得太快了 你可以修好吗 伊森 我们再试一次 太棒了 可以了 嗨 宝贝们 准备好玩一下了吗 哇 你几乎飘走了 任务完成 建筑队 你们一起工作的时候 真棒 再见朋友们 下次见 建筑队 嗨 宝贝们 很想吃那些美味的蛋糕和糖果吗 你们要等等了 因为家里休假了 嗨 艾德加 蛋糕店关门了 宝贝们很失望 你有什么主意 艾德加 伊森 查理 艾德加 有一个建筑项目的想法 你们想听听是什么吗 给汽车宝贝们的华福饼工厂 可以在蛋糕店关门的时候 招待宝贝们 好的 建筑队 是时候开工了 我们去建筑工地吧 宝贝们一定会特别兴奋 可以做自己的华福饼了 开始时间到 第一步 组装原料罐 罐子里是华福饼面团 可以送出宝贝们吃的华福饼 第二步 装上蛋糕模具和冰台 干得好 查理 第三步 安装烤箱 打开传送带 那里应该是了 现在是最后一步 去火车站取最后的用品 嘿 特洛伊 你这里有什么 哦 好香 华福饼糖浆 鲜奶油和新鲜水果 爱德家去接孩子们了 让我们回华福饼工厂 和他们会合吧 华福饼工厂准备开业了 看上去很棒 队友们 宝贝们来了 惊喜吧 是一个华福饼工厂 准备好做华福饼了吗 宝贝们 试试看 宝贝们 есть 什么 我 乱 明 compartment 算 记住 店 家 真棒宝贝们 干得好建筑队 现在你们也开始享用华夫饼吧 下次见 建筑队 嗨宝贝们 看上去你们好像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做什么呢 哦 你们很无聊 想做一些新鲜有趣的事吗 嗨 查理 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 能带宝贝们兜兜风吗 他们太无聊了 找不到自娱自乐的办法 你们好 伊森 爱德加 是个供汽车宝贝们玩耍的喷漆打巴场 多么有趣啊 你们可以建在操场旁边的空地上 建筑队接下来这项工作 我们准备好所有的材料 然后带到工地去吧 我们走吧 这个项目一定很有趣伙伴们 宝贝们看到我们为他们建好的打巴场后 一定会非常高兴 哇 建筑材料可真多呀 开始工作吧 好的 建筑队 下面是完成这项任务的步骤 第一步 建造廊架 我们把所有的柱子和砖块搭建起来 这样就有了框架 完美 第二步 装上靶子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第三步 第三步 装上喷漆枪 我们把一切准备就绪 这样宝贝们就可以过来玩了 完成 喷漆打巴场完工了 看起来很棒 建筑队 那是什么查理 还差一点才能完成这个项目吗 看 石油漆店的汤姆 他在准备粉刷用品呢 他在准备粉刷用品呢 听着 伊森 艾德加 汤姆是来帮我们完成粉刷工作的 听着 伊森 艾德加 看起来 感面 哇 棒极了 是时候向宝贝们展示这个打靶场了 嗨 宝贝们 建筑队为你们在操场旁边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来吧 那大 是个可以供你们玩乐的喷漆打靶场 来试试吧 打得好 安博宝贝 干得漂亮 建筑队 汤姆 谢谢你的粉刷工作 大家配合得真好 下次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